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空军18号发布消息称 解放军一架运巴技术侦察机 出现在台湾西南方向所谓防空识别区 台空军宣称派遣空中兵力应对 进行所谓的广播驱离 以及运用防空导弹系统追踪监视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为了提升战力 台防务部门要求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 针对自制导弹进行增程研发 台军将领还叫嚣 导弹增程就是要让大陆不要轻奇战端 报道称 美国去年受台多项武器 包括F-16V战机加装试行油箱之后 作战半径达1350公里 比台军现役F-16AB战机多一倍 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射程300公里 比台军现役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系统的射程远6倍 台军将领声称 不止外购的武器 台军还有些增程的导弹 基载的万件弹 射程都已经达到300公里以上 可支撑所谓防卫固守及重城贺阻的应变时间加长 纵身加大 据透露 目前台军研发中的增程武器 雷霆2000多管火箭炮射程 将从45公里增加到300公里 报道宣称 大陆沿海城市福州市就在射程内 而由金国号战机所挂载的万件弹 号称能有效打击解放军机场 与重要武器弹药集中区 射程预计由200公里增加到400公里 武器它是不是就是有这样的射程 目前无法真实的证实 管制武器的目标并不会是所谓的民生的目标 而是对手的军事目标 包括机场 雷达战 或者是部队的季节点 报道称 台军1000公里以上射程的导弹中 已量产的雄风2翼巡航导弹 射程也将由600公里提升至1000公里 正在研制的几封中程地对地导弹 射程也超过1000公里 以小批量部署的地对地云风中程导弹 射程可达2000公里 对于台湾发展军备的各项举动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 民进党当局妄图搞武力对抗 以武谋独 注定失败 越是搞事情 越是离自我灭亡不远 本集完 本集完 本集完